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公安部高级代表团反问越南 双方有着同意加强两国安全合作 世界一系列大型集团把工厂牵制新型市场 而越南就是首选 俄罗斯记者制作关于1945年 越俄两国列社的一部纪录片 越南政府总理转进行的邀请 诺威首相阿尔尔纳·索尔贝格 已经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今天上午两位领导已举行会谈 此访的目的是为加强越俄两国的传统 有意与合作关系注入动力 这是1996年以来 挪威政府最高级领导人的第二次到访越南 会谈上 转进行总理和索尔贝格首相 依旧提升两国关系 加强两国在政治外交 经贸投资 文化体育和环保等方面的 合作关系的措施交换意见 转进行总理肯定 挪威是越南在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 两位领导的会谈结果 将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 为两国企业界和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应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南公安部部长陈道光大将的邀请 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生坤 拽领的中国公安部高级代表团 从本月16日至17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4月16号下午在河内 越南公安部部长陈大光 同中国公安部部长郭生坤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与各自国家的安全 社会秩序安全有关的世界 及地区问题进行评估 两国已积极主动配合打击各种犯罪 尤其是高科技犯罪 毒品犯罪和拐卖人口犯罪 抓获被通缉对象等 为确保两国安全秩序 建设两国和平 友好及可持续发展的边界线做出贡献 会谈上 双方已签署越中两国公安部 第四次合作打击犯罪会议 被忘录实施计划 之后 越南国防部部长冯光青 会见了中国公安部部长郭生坤 双方提出旨在加强两部合作 提高合作效果 加强两国边界职能部门和边民的交流合作 以及在各地口岸实施 一战式通关模式的措施 会谈结束时 双方建署了关于建立越南国防部和中国公安部 三级边防协作配合机制的合作协议 当天下午在党中央总部 越共中央总书记软副仲 接见了中国公安部各级代表团 软副仲总书记对郭生坤部长一行 此次访阅表示欢迎 将其设为落实两党 两国在各领域 特别是国防安全领域所达成各合作协议的声动品线 任何国家在越南黄沙和长沙群岛上的建设和扩建行为 如果不将越南政府的准许都是非法的 这就是越南外交部发言人 在于昨天16日下午决办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断言 回答记者提问的关于4月9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川莹 公布了中国在越南长沙群岛上 扩大交实范围一事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表示 关于这一问题 越南以旅次和中方举行 包括高级领导之间的商谈 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个渠岛 拥有法律依据和历史证据的主权 不经过越南政府的准许 在越南这两个群岛信件或扩建行为 都是非法且无效的 越南坚决反对上述提及的行为 并要求有关各方严格实施东海各方行为宣言 为东海和平稳定做出务实贡献 也在发布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提供了 越南公民在国外的保护工作的信息 关于越南航空公司的两名员工 因黄金走私行为在韩国机场被捕 李海平表示 越南外交部正和有关职责部门配合 指导越南驻韩大使馆 主动和韩国各有关部门合作 核实信息并尽快解决 有关4月12号印尼逮捕了 挂着越南国旗的非法作业的寄售渔船 又没有带上相关文件证书 李海平表示 越南驻印尼大使馆主动和印尼核实信息 确定是否是越南人 如果确实是越南人 越南驻印尼大使馆将基于国际法和印尼法律规定 而采取措施 及时保护渔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4月12号一名越南公民被怀疑携带 含有比正常水平高4000倍的放射性的钟表 因此被乌克兰辩防机构拘留 关于此事 李海平表示 越南驻乌克兰大使馆 正和乌克兰有关部门了解并查尽情况 昨天16日在河内 经济国际外联合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政府副总理有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吴文明主持会议 2014年 越南也将加快并结本完成六项重要自由贸易协定之中的三项的谈判工作 包括越南与韩国与欧盟和与俄白哈海关联盟的自由贸易协定 因此各部门行业和地方又有效配合 努力加快经济国际化进程 会上吴文明副总理强调了需要展开的重点任务 如优先研究工作 把重点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和企业有制定符合的发展计划 同时要提高信息质量 确保所有有关对象都能获取信息 并享受经济国际化进程带来的利益 最近也来 外国企业和国际财政组织 纷纷对越南给予高度评价 详细内容请看下面一组简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点评 越南今年的增长率跃达6% 倾次于费率宾排在印尼的前面 今年越南的增长率也高于东盟五国平均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预测 今年东盟五国通胀率平均为4.1% 明年将增至4.2% 日前 世行也预计 越南今年的增长率提升为6% 2014年省级竞争力指数报告指出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营环境的信誉水平不断增加 创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 16.3%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表示 各企业增加投资活动 65%的企业雇佣新员工 今后两年的经营生产活动也增加约50% 越南的四大优势包括税收 资产追回风险 制定落实政策以及政策的稳定 然而越南还需要消减很多额外费用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称 和其他竞争国家相比 可以容易预测越南政策的更改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其影响企业的长期战略 近期一系列大型集团把工厂迁移至新性市场 而越南就是国际集团的首选 越南便是为全球供应量中的战略性目的地 下面来看一些外国专家的认定 2013年底 富士西硕集团的打印记工厂在海防市落成 投资总额3亿美元 该集团领导立正将其发展成为主力工厂 替代在中国的工厂 除了富士西硕集团之外 目前很多日本投资商把工厂嵌制越南 日本中小型企业针对越南 印尼和泰国等东盟国家 然而越南以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劳动成本地链 政治稳定等优势 获得日本企业的特别关注 计划与投资部在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越南平均每天新增一项韩国外资项目 韩国保持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上地位 目前越南是韩国企业的首选 越南劳动者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越南政府制定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 特别是越南经济潜能巨大 经济专家表示 半年前一系列集团开始把工厂嵌制越南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三星 微软 英特尔等世界一流集团 英特尔从2016-2013年在越投资比较少 从2014年英特尔集团高度评价越南潜能 所以他们把在国外的两家工厂嵌制越南 其80%产品在越南生产 我相信今年对越的外资将猛增 这是世界新趋势 今年第一季度 韩国保持越南最大外国投资商地位 注册金额和新增金额占四分之一 日本排名第三 外国投资商认为 越南政府的应急反应和实事求是精神 加上政治稳定 是吸引外国投资商 特别是韩国 日本投资商的致妙因素 在第25届越南国际猛幼展广架内 工商部聪贸爵昨天举行了提为 促进出口活动 优化市场机会的2015年 越南出口促商论坛 论坛上作为代表 以节中分析 各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对越南出口活动的影响 以及评价2015年的一些潜在出口市场 和出口行业 论坛上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是越南后勤产业的发展 仍为与其潜力相衬 这就是阻碍越南进出口行业的一个因素 在越南出口行业 被评维尔展望良好的背景下 2015年越南出口促商论坛 正式为各企互相交流 扩大市场 寻找商机的平台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已批准 从本月5日试点展开 对出口欧盟的越南水产品 办法欧盟贸易管制 与专家系统电子认证 具体是在试点展开阶段中 企业主动选择参加试点项目的产品 可以选择信机简单 种类相同的产品 以便于检验和办法认证 此外 只有同时作为生产商和出口商的业主 才能参加这个试点项目 贸易管制与专家系统 是由欧盟建设的电子认证系统 在此系统的修处上 各国职能单位将向其出口欧盟的动物 和动物来源商品 颁发食品安全和疫病安全电子证书 目前在越南 可持续生产咖啡并不陌生了 然而达标咖啡的出口量还是比较少 如果咖啡获得认证书 又经过施法处理 那么咖啡豆的附加价值会得已提高 按照达标的流程 所生产的加工咖啡 每端出口价会增加几百万月顿 下面是在多六省的报道 胜利公司是在西元地区运营的咖啡生产企业之一 其原料质量被评价依流党 种植区总面积为一千两百公顷 在树冠层下的咖啡树 严格按照可持续生产规定种植 我们喷高压水以消除害虫而不使用农药 至于施肥 我们主要使用有机肥料 阿森说 每户家庭接受面积为1.2公顷的种植地 每年向公司提交一定的咖啡 之后还剩下至少四吨咖啡豆 其所带来的收入足以让他一家过着稳定的生活 参加可持续生产咖啡流程的农民 要确保两点 一是果熟收获量达85%以上 二是采用有机的解决方案 收获时要挑选成熟的果实 收获期约三个月 每次采摘时间约15天 为了提高咖啡质量 该公司还大力投资收获后加工技术 全部咖啡经过施法 空干 筛选等处理 之后才出口 目前每年3000端咖啡豆 及百分之百产品都出口日本这个挑剔市场 我们咖啡售价高于市价 每端增加300美元 每端咖啡售价比市价多300美元 这是咖啡业的大梦 因为越南咖啡价格一般比世界市价还要低 为了提高越南咖啡的竞争力 除了推广品牌和努力促商之外 越南企业要注重投资可持续生产流程 和收获后加工技术 接下来请关注 俄罗斯记者制作关于1945年 越俄两国流史的一部纪录片 各民族同胞迎接传统新年的堆杀仪式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由香港市和美国重症监护协会 联合举办的重症监护专题国际研讨会 与今天在香港市却行 吸引国内外的600名代表参加 卫生部副部长阮青龙教授参加了研讨会 重症监护专题的国际研讨会上的 十七个主题被特别贯注 其中70%的报告是由美国重症监护协会 医学院校美国医院等专家实现 很多实用专题和经验 值得国内医院医生学习借鉴 如严重的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 凝血功能障碍的治疗 防毒监护 急性干功能衰竭 或提高对急性中风 拿出血等疾病的知识 研讨会举行之前 美国重症监护一流教授 已为白梅、香港和香港西等医院的医生 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培训班 培训的内容包括 重症监护超生、基本监护、儿童监护 气护肌引导、灾难应急等 位于南极就重症监护 与世界水平接轨做出努力 昨天16日在安佩胜 海洋海岛医疗卫生国家指导委员会 与起全会议 撤破总结至2020年 越南海洋海岛医疗卫生发展提案的弱势情况 28个沿海省市的代表出席会议 经过两年展开 对海洋海岛医疗卫生的认识 以及各部门行业和地方的配合效果都得一提高 海岛地区居民享受了医保优惠政策 海岛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都明显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 医疗卫生部门和军医力量的配合效果已明显改善 尤其是在沿海岛屿和无人居住的岛屿上 然而有关意见也认为提案展开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提供给海岛地区的投资资金有限 热干地方实战依赖于医疗卫生部门等等 市值越南南方完全解放国家统一40周年之际 今天上午在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司令部和明成公司配合介绍并发行 纪念2015年国家重点节日的四部书 这四部书分别是纪念1975年川级大节40周年 胡志明主席是必胜信心 纪念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庆70周年 以及越南海洋海岛主权是神圣和无法侵犯的 四部书公有100册 这是宝贵的资料宝藏 提供正确的历史证据和论点 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 了解国家大节日以及研究历史的需求 2015年越南庆祝九二国庆节70周年 俄罗斯也庆祝五九战胜法西斯主义70周年 俄罗斯一味接着就蒙出一个创意 那就是受作关于1945年约俄两国列史的一部纪录片 但也将跟着片团赴越南搜索信息和拍摄部分片段 可奈大局院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地点 这里被西方布里列夫选定为在线越南1945年 推翻这本法西斯制度的拍摄现场 越南国家历史国务馆成立着八月革命的文物和资料 以及胡志明总席独立宣言 越南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只是为了领土争端 还为各国各民族的生存打起来 越南和俄罗斯都是二战的战胜者 二战结束后 越南已获得民族独立 为了更加了解越南八月革命 谢尔盖布里列夫找到了越俄友好协会副主席胡英勇先生 他曾是胡伯伯的好学生之一 1954年留学苏联 日本法西斯投降之后 胡志明总席将苏联红军的胜利公布于众 并呼吁越南人民站起来 抵抗法国殖民主义 聚集各方力量争取民族独立 谢盖尔布里列夫也找到了有名的越南记者赖文森 主持制作不少歌颂越俄友情的电视节目的人 他终于也明白了 为何越南俄罗斯有着如此的特殊关系 越南邮政的邮票和盖映样品 更获得由东盟举办的共同邮政邮票样品 设计大赛的最高奖项 这两个样品的正式发行仪式将于今年8月8日 在社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举行 为了纪念东盟共同体的成立 东盟秘书处举办了东盟共同邮政邮票和盖映样品设计大赛 赞赛的55个样品是从10个成员国赛选出来的 比赛结果已于2月17日在泰国公布 武金莲画家是得奖样品的作者 他和邮票行业相处已有25年之久 拿到比赛的主题后 他仔细研究并参考专家有关东盟的意见 以及亲自实践考察 为自己的邮票样品寻找创意 各国的国籍是代表每个国家的形象 同时也是连接东盟共同体的工具 所以设计5个花斑的花朵是我的创意 其具有10个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不可分离的含义 我的邮票样品的构思 是东南亚十国农业的和平发展并连接 这两个邮票和盖印样品 都体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 共同观点 共同本色 共同体的统一方针 东盟的政治安全 经济和文化社会的三大支柱 也被软优画家给描绘出来 我设计的该因是使用东盟的标志 另外我使用圆形的三分之四 交成一个锡子 锡子的尽端 我画了一支盗会 其意思是东盟共同体已达到成熟阶段 盗会代表共同体成功繁荣的果实 并于2015年开始绽放 该比赛不仅是为了找出最美丽的作品 还体现东盟各成员国的团结一心 同时也是广泛宣传 东盟经济共同体 200天后正式亮相的重要平台 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于今年12月31号正式建成 人口为6亿的东盟 将是连接十个成员国的政治 竞技 互相分享社会经验的桥梁 并继续发挥东盟的重要作用 以及积极为区域内发展合作 和平稳定 做出贡献等重要平台 今天4月17日 是南部高明祖同胞传统新年的最后一天 各地佛子都前往佛色 参加月佛游舍 为各代佛秀长老和自己祖先超度 月佛是高明祖同胞 在传统新年的重要仪式 其体现高明祖同胞 对了神灵祖先的信仰和信心 同时也意味着 洗掉旧年的尘埃和不幸 面向美好幸运的新年 月佛仪式也体现了高明祖同胞 无论走到哪里也手中向往家乡 这就是他们这今仍然保留的美好传统 高明祖同胞在美逢传统新年的另一个习俗 就是堆杀仪式 他们不管多忙也要抽抽时间到佛色参与这个仪式 为的是祭祀祖先祈求生活幸福美满 在当代生活中 堆杀仪式的意义也扩大了 下面是在说庄省的报道 林先生今年61岁 40年来 每逢传统新年 他都到佛寺参与堆杀仪式 近年 他全家人是一名成员 很早就到寺庙来 跟诸位僧尼佛徒堆杀山 对他来说 堆杀山这个习俗 具有重大又神圣的意义 堆杀山仪式后 各位和尚会举行超度仪式 祈求先祖超脱 自己和家人也能积累功德 高棉族传统新年三天中的第二天 叫正日 在正日 来自四面八方的僧尼佛徒 都到佛寺堆杀山 在佛教司仪的指引下 大家围绕正殿 堆起八座沙山 象征着四面八方 祈求风调雨顺 大货丰收 生活平安幸福 有一家妻子一直做善事 而丈夫却是猎人 后来妻子去世 并升到天堂 有一天一位天使看到了丈夫的命运 他死后会去地狱 妻子就跟丈夫说 只有堆杀山才能排除恶业 于是丈夫听从 举行堆杀仪式 去世后去天堂跟妻子团聚 上述故事的目的 是劝告祖孙远离恶事 多做善事 积累功德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一些地方 堆杀仪式的意义有所变化 并日益扩大 在一些寺庙 除了堆起像故事里的八座沙山 诸位圣尼佛图还堆起另一座 有五顶的沙山 象征着五大洲 祈求世界人民团结友谊 生活温饱幸福 最后是云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播报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的官方网站 VTV4.vn 或者我们在YouTube上的官方频道 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